哈喽,每日都更新的君君来了,最近高伟光和欧阳娜娜专案的冰雪阳让大家眼睛一亮,这是泪吸血鬼题材,高伟光在剧中率出了新高度,讲述海东市名流沈志恒因拒绝海东军笼络而遭追杀,幸得盲女米兰雪叶相救,二人自此命运交织。 冰雪瑶找来东宫斯腾的导演李牧哥知道,男主号称男版斯腾有钱有钱,优雅神秘,李牧哥的审美依然好,运镜充斥着高级感,拍得很唯美,虽然有人认为两位主角有点妇女感,但意外挺搭的,也符合人设,不少网友也发现冰雪瑶里隐藏不少帅哥美女,以下是网评冰雪瑶男神女神Top7,女主21娜娜只排第五,一起来看看吧。 网评冰雪瑶男神女神Top7,汤精妹是牧梨花,牧梨花是牧家传人,外表文质彬彬,内心扭曲疯狂,她是全局最大的两个反派之一,87年出场汤精妹,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,此前也参演过不少影视剧。 首次出演电视剧就是军旅题材剧,我是特宠斌,在剧中饰演马其彤,还有龙门标局里的时尚女魔头,在赵领梨峰传的朱仙青云志中,汤精妹饰演了三位一角。 张若云,关小同传的九州天空城里的林瑞竹,任嘉伦,景田,大唐荣耀里的广平王妃,崔彩平,醉玲龙里的反派武聘廷,杨幂许凯阿达巴定律里的律师李戴等都是他,所饰演的角色几乎不射线,是一个默默只想拍好戏的实力演员。 网平冰雪阳男神女神TOP6黄梦莹是金静雪。 金静雪是金家二小姐,美丽大方,对丽莹良痴情不已,勇敢追爱,即使面对司徒的追求,她还是坚定不移的选择丽莹良。 不少网友搭赞,黄梦莹在剧中简直是人间富贵化,长相很有辨识度,是很明艳型的美女,演技也不错。 饰演女二的黄梦莹想必大家还是比较熟悉她的,90年的毕与北京电影学院。 黄梦莹在校期间便被杨幂看中,因此进入嘉兴传媒,曾在杨幂刘凯威传的《盛夏晚情天》中,饰演刘凯威的初恋女友,静元。 她最有名的代表角色可能是杨幂赵玉廷传的《三生三世世里桃花》中不讨喜的招人公主,宿景。 还出演过《赵丽莹楚桥传》里的南梁长公主,小玉。 刘诗诗最玲珑里的阿柴族公主,朵霞。 2023年,黄梦莹与嘉兴传媒的合约期满,并决定不再续约。 去年,播出的由刘诗诗,刘云宁传的《一念观山》,以及今年情绪节,刘云宁,杨旭文的《天行剑》中,她在剧中的表现都被赞。 望平,冰雪瑶,男神女神Top5,欧阳娜娜,是米兰。 米兰,海东富商的女儿,自有眼盲,用母亲家庭暴力长大, 在绝望想自我了断时,在血液机缘巧合救下了神之恒,自此点亮了她对生活的希望。 00年的欧阳娜娜,2014年,凭借和刘浩然在陈思诚导演的《北京爱情故事》中,饰演刘兴阳一角进入演艺圈。 之后也演过不少陆剧,演技却一直备受诟病。 这次在冰雪瑶中,欧阳娜娜挑战盲女米兰,与以往的角色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。 演技进步还是蛮大的,但是一部分观众看到欧阳娜娜就自动绕道, 有不少网友直言,冰雪瑶要是欢歌女主角就好了, 或者幻场只客串出现在几个,镜头里的孟子一也不错啊。 网评,冰雪瑶男生女神Top4,人是豪,是李英良。 李英良是海东经济建设委员会会长,清秀帅气,家境贫寒,父母造王。 是池善英的得力助手,这是一个既可恨又可悲的反派角色。 他恨男主,他主要原因是他妹妹,在临死之前得不到男主的施救, 可这又关男主什么事呢?男主又不是神医。 反而,李英良因此不停地跟男主作对,李英良本性不坏, 从小的贫穷让他受尽了欺负,加上妹妹的惨死变得非常想证明自己。 欲望让他变得毫无人性可言,为虎作娼的他做过不少伤天害理的事, 他似乎知道自己不会有好结局,却也心甘情愿。 仅剩的一丝善念,时不时的挣扎,也让这个角色变得很有韧性。 作为不停给男主制造麻烦的角色,任世豪诠释得也还不错, 把李英良的挣扎诠释得入目三分, 他痛恨一切的不公,却让自己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。 扮演者,任世豪也是高颜值帅哥一枚, 01年出生来自嘉尚传媒, 他的公司嘉尚传媒也被称为是一家很会牵帅哥的公司。 宋伟龙没被余正牵走时就在这个公司, 现在公司里最具代表的艺人是敖瑞鹏, 以及今年在动画年中饰演男二苏荣卿的陈赫一等。 19年,任世豪参加腾讯选秀《创造营2019》开始进入演艺圈, 从在《知我们甜甜的小美满》中饰演任一扬, 张灵鹤主演《我和我的时光少年》饰演诗彻一绝, 虫子里的交往, 甜了青梅配竹马里的苏木云都是他, 不少网友觉得他和欧阳娜娜、黄孟莹都还挺有CP感的。 网平冰雪瑶男神女神Top3董思成是司徒威廉, 刘洋过来的医生司徒威廉英俊潇洒喜欢享乐, 是个阳光又乐观无忧无虑的大男孩, 给人的感觉也非常的舒服, 无意能牵动他心扉的人就是金进雪, 最新剧情也揭示了他隐藏多年的贵族身份, 没想到他竟然是男主沈志恒的弟弟, 也是真正有不死之血的主人, 战斗力比男主还强。 作为真正的王者, 他的没心没肺恰到好处也让观众印象深刻, 作为男主的弟弟, 两兄弟性格各异, 吵吵闹闹斗嘴。 简直就是一对活宝, 扮演着董思成97年的大学就读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戏, 想必不少人认识他, 是因为他此前的在韩国务工IDOL身份, 他是韩国SM娱乐公司旗下NCT组合威神威分队成员, 近些年董思成也开始专注演员活动。 接下来他也将出现在于正之波的古装剧《武福林门》里, 也是重要的男配角, 和07年的小花黄阳电田组CP, 网评冰雪阳男生女神TOP2孟子一是魏秋, 魏秋是男主沈志恒的父亲在外面认识的女人, 沈志恒换他一生姨娘, 魏秋姨娘年轻貌美, 甚是离奇, 因为生下一个男孩, 她被沈夫接到沈家, 过上了有名分, 但却没啥幸福可言的生活, 经常被恶毒婆婆欺负。 沈祖母不喜欢魏秋, 并怀疑魏秋母子是妖孽, 出动全家上下把他们绑了, 要活活烧死, 魏秋不得已反杀沈家, 沈家一夜灭门, 其实魏秋和儿子都是吸血鬼, 男主沈志恒错误的时间, 出现在错误的地点, 生死一线, 魏秋儿子要救哥哥, 魏秋现场直接把沈志恒转化成了吸血鬼, 而魏秋的这个儿子就是男儿司徒威廉。 孟子义只是客串出演, 却因一身红色复古造型直接惊艳观众, 甚至不少网友觉得他直接咽牙了女主欧阳娜娜。 95年的孟子义出道也有10年了, 第一部戏就是林更新主演的《武神赵子龙》, 他演的是女主林允儿的丫鬟, 主仆同框的镜头在网上很火, 两位都很美, 甚至当时还有人说孟子一眼的丫鬟, 比主角林允儿还好看。 不少人认识他都是通过《射雕英雄传》的慕念词, 一身红衣超级惊艳, 还有江夜的叶红瑜也是不少人的心头号。 但因为上综艺节目被传私自改装, 认为爱美不尊重角色, 导致黑料缠身。 最远容的是陈秦令演温情被骂加戏, 她的路人员一度降至冰点。 近些年, 孟子一的路人员反而好起来了, 加上《说英雄》《神是英雄》《沉香如蟹》、 《花琉璃》《一文》等剧的播出, 也让观众见识到了她的演技。 接下来她还有和李云锐搭档的《九重子》带播, 还正在和刘学义拍摄新剧《讨花影江山》, 两部都备受期待。 网评《冰雪摇男生女神》TOP1高伟光是沈志恒。 男主沈志恒是海东报业大亨, 风流替他们举止贵气, 但也是一个背负着家族仇恨, 靠吸血为生的另类存在。 有益于常人的能力, 在一个血液被盲女米兰所救, 从此展开了和她的奇幻羁绊。 饰演男主的高伟光, 83年的被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戏本科08级, 身高191公分, 还连续四年被提名为中国年度最佳职业时装模特。 2012年, 正在读大四的高伟光, 被杨幂选中出演都市爱情剧《威时代》, 也由此签约加行传媒。 因此, 早期高伟光竟然出现在杨幂主演的录剧中, 像杨幂李一峰主演的《古剑奇谈》里, 高伟光饰演《影千伤》, 杨幂黄轩主演的《亲爱的翻译观》里, 浪子一生高嘉明, 杨幂软今天转的《扶摇》里的战北眼。 当然还有让高伟光窜活的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, 他在剧中饰演《东华帝君》一角, 清冷孤傲和深情款款圈粉无数, 也因高人气和迪丽热巴组成的CP, 还拍了续作《三生三世》真上书。 高伟光本来长相就像昏鞋儿, 高挺的鼻梁, 深邃的眼眸, 棱角分明的轮廓, 再加上高大挺拔的身材, 此次在冰雪窑中饰演吸血鬼, 也被网友说适配杜绝了。 一出场时, 浑身散发着优雅帅气, 眼神流露出的孤寂感, 给人既神秘感又强大的感觉, 巨播期间更是一周涨粉, 近20万。 好了, 看完以上网评, 冰雪阳男神女神Top7,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? 快来评论区留言吧!